东方热点,专业时评,欢迎收看本期的东方时评 今天早上,大伙就着燕子发布的每日新闻开始每日例行的晨会式聊天 今天大伙聊天的主题是新闻中的第11条 据外媒报道,美国,沙特,阿联酋联合印度打造铁路网络,连通整个中东地区 这条新闻看着像是搞笑 搞笑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印度自带搞笑的国家形象设置,简称国社 大家都知道,凡是带上印度的新闻,大多都能给人们带来欢乐 比如无法拦截的布朗运动式导弹,总是给飞机制造商带来名誉伤害的印度空军等等 而沾上铁路这个话题,大家就更加有理由笑了 2014年,印度政府提出了一个宏伟的铁路建设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起得甚是豪气,叫做钻石四边形 用来连接钦奈、新德里、孟买和加尔戈达等四个分处于印度四个方位的大城市 虽然这个四边形和中国的八纵八横铁路网比起来还是得显寒沉 但对于印度来说,已经算是非常豪阔的出手了 钻石四边形规划已出,各个具有铁路建设实力的国家纷纷出手 注意,这里面没有印度自己,因为它自身不具备高等级铁路的建设能力 最终,日本人用低价竞标,自带干粮的方式 日本以年息千分之一给印度贷款一万亿日元,年限五十年 这是妥妥的亏本生意,从本来胜券在握的中国建设方手里 抢走了这个钻石四边形的第一条边 准确地说应该是小半条边,因为这只是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到孟铁路规划买中的一小段 不过日本人为了能够在印度站稳铁路建设的脚跟 这种拼一把的做法倒也没错 毕竟,如果未来印度真的要完成钻石四边形的话 那么这条从孟买到阿姆达巴的,仅仅只有四百多公里的铁路 只能算是开胃小菜罢了 为了吃上大餐,先投资一份开胃小菜倒也是值得的 但就是这样一道开胃小菜,且还是日本自带干粮的项目 却从2017年的开工建设到如今,也不过才完成十公里的基本建设 且不说日本人的建设能力如何 印度政府的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从这上面就可以看个大概了 所以,大伙对于这个铁路建设计划里面有印度 立刻就哈哈大笑起来 事实上,我也是这样哈哈大笑一阵的 因为在我看来,这四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具备铁路建设能力的 虽然美国以前有这个能力,但现在却没有 其国内的火车出轨事故几乎以每天三次的频率在发作 但它对于自身铁路的改善性建设或升级性建设却都迟迟没有展开 而这种没有展开并不是美国不想,而是不能 因为试图超过中国铁路建设的计划早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经在美国提出 而且还搞了验证性实验 结果十几年过去了 那条验证铁路已经秀迹斑斑 美国铁路的出轨率却始终在稳步上升 我哈哈大笑的另一个原因是2021年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七国峰会上 七国集团提出了针对中国一带一路规划欧美版全球基础建设规划 两年过去了,这个计划却早已经没有人提起 可以想见,目前西方国家想要弄大规模的全球基础建设是何等的不靠谱 而这次四国搞出来的铁路网络计划里 却并没有看到七国集团里其他国家的身影 可想而知这次计划只是美国自己弄出来的 其目的自然是针对中国的全球铁路规划 但欧洲却并没有跟进 由此可见,这又是一次概念的炒作 而不是实质性的建设,所以我笑了 但一向喜欢查资料的我 觉得还是要对这个计划进行查证 看看这个即便是概念性规划的项目里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存在 这一查之下 我还真的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计划是由一个叫做I2U2的国际组织主导规划的 而这个I2U2的国际组织 实际上是由印度、美国、阿联酋和以色列四个国家在2021年10月份组织的 算是一个国际论坛 这个论坛的构建灵感来自于美国迈克拉提咨询公司 而率先把这个论坛落实的国家却并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 正如这个论坛里的以色列官员所说的那样 虽然没有人大声说出来 但这个论坛从建成的第一天起所指向的目标就是中国 于是我们捋出一条线索 2021年6月份 伦敦七国峰会后的全球基础建设规划提出后 欧洲各国或者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 但并不在七国集团内的以色列 却利用美国 趁着这股来自七国集团的东风 在4个月后打造了I2U2这个类同于七国集团全球基础建设规划的平台 目的就是要借着七国集团的势力 来构建一个由以色列人主导的全球基础建设规划和融资平台 从而达到牵制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目的 而本次的中东铁路网规划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第一次尝试 通过这样的信息挖掘 我们可以知道 虽然在本次的中东铁路网规划中并没有看到以色列的身影 但真正的主导者却正是以色列 这条线索挖下来 我本来愉快的心态顿时也就变得严肃起来 看样子 表面上看上却有些搞笑的新闻 内里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 凡是牵扯上关于谋算 且资本实力强大的犹太人 都不会那么好笑 本次计划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 谁来修建这个铁路网 而是在于这个铁路网所蕴含的意义 对于印度来说 它需要的并不是铁路网的建设权 而是在中东能源被铁路运输 集中到中东港口后 对于印度的输出便利 在以色列和美国的谋划中 如果能够把中东大部分油田 都通过铁路运输 集中到印度洋北岸阿联酋 所属的阿曼湾西岸港口 然后把这个港口修建成一个 专门和印度对接的能源输出港 不仅可以绕开伊朗 所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 还能大大缩短中东能源 到达印度的距离 我量了一下 双方港口的最短海上距离 只有1300公里不到 这个规划自然对中东的逊尼派 产油国大为有利 因为这样他们的能源输出 将不再受制于伊朗 也能够为自己的能源加工 找到一个最为合适的承接地 印度 我们应该都还记得 俄乌战争以来 印度大量购买俄罗斯的能源 进行二次加工 然后高价卖给欧洲 从中赚得了大量的外汇 而俄乌战争迟早有结束的那天 印度的这种收益 也只能是暂时性的 而以色列这个中东铁路网的规划 一旦实施并得以成功 那么印度将会获得长效的收益 中东能源源源不断地在印度加工 并销往欧洲乃至全球 这对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固然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印度就更加有吸引力了 于是 这则看上去有些搞笑的新闻 就变成了一个目标 深远且诱惑力巨大的计划 如此一来 伊朗固然在中东的牵制力大为降低 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也必然会被在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犹太人的目光果然很是辛辣 精准 所以 从直觉上一向不待见以色列的我 就更加觉得 眼前这个世界的乱象 和犹太人有着丝丝捋捋扯不开的关系了 当然 以上只是这个计划能够实现 并得到充分执行的情况下 才会显现出威力 但实际上 这个计划还是在于物序而不是物实 因为这个铁路网的建设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更何况 这几个国家里面并没有哪个国家具备项目落地的实力 而且这个计划对于欧洲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对于欧洲来说 如果这个铁路网真的能够落地 那么为什么不把对接的港口修到地中海沿岸的埃及或者叙利亚呢 这样就可以省去印度这个中间商 而让欧洲直接受贿 以前把港口修到叙利亚或者存在难度 但如今叙利亚再次回归阿盟 中东的大和平前景非常光明 伊朗和沙特恢复邦交后 霍尔木斯海峡对于中东能源输出的威胁也大大降低 中东各国愿意协调这个铁路网建设的意愿自然随着大大降低 哦 对了 以色列和美国在谋划这个铁路网的时候 中东的和平还看不到曙光 他们没想到在中国的协调下 如今中东的和平局面一日千里 修建这个铁路网的计划并没有赶上中东的局势变化 这大概也是以色列和美国没有想到的吧 但既然一年多前就已经在规划这样的项目 那么怎么也要把这个成果拿出来展示一下 否则RU2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对于梅伊来说 虽然这个中东的计划没有赶上中东的变化 但拿出来让中国紧张一下 或者让印度心动一下 不也是挺好的吗 印度的心动如果因为中东的变化而变成泡影 按照印度的性格会不会就此迁怒中国呢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梅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至于中国会不会紧张 在我看来 中国主导的中东和平 其目的之一又何尝不是为了破坏梅伊的这个计划呢 所谓的国际大博弈 我们很难在事情没有曝光之前就能算无一策 但能够在事后看懂一些 不也是乐趣所在吗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和转发 订阅和转发